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班牙媒體瓦斯報近日發問 驚渡了西班牙左閘古居利那在車路士的處境 表示主席博捷天奴已經不信任這名球員 在2022年的下季轉會槍 車路士以6500萬歐元的價格 從巴拉頓簽下古居利那 而球員是本賽季車路士對內為數不多 沒有在英超獲得出場機會的球員 自博捷天奴上任以來 古居利那只為車路士出戰過聯賽杯第二圈的一場比賽 阿斯布的發文表示 波捷天奴並不信任他 而對於一名曾經在巴拉頓和車路士都證明過自己 兼且花費了南軍6500萬歐元的球員來說 古居利那目前在車路士的處境已經變得十分奇怪 25歲的古居利那是巴塞隆拿的清份產品 她曾經為巴塞在西班牙杯上證過一場比賽 之後被巴塞先後外借到伊巴和加泰 再在2020-2021球櫃正式轉投加泰 古居利那合共有75場西甲上陣的經驗 她在2021年的夏天正式轉投英超加盟白禮頓 在白禮頓踢了一個兩禮的賽季之後 在去年夏天正式以高架加盟車路士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給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